民众蹲在沙滩边烤肉气质 准备齐全一家三口就这样在宜兰海边BBQ 还有游客穿着比基尼跑到沙滩晒太阳 疫情之下景点封闭却还是有人关不住偷偷跑到海边玩 而且劝都劝不停最夸张的还不止这一桩 宜兰南宁观光于市场外道路涌现车潮 狭小道路上甚至还出现塞车跟并排现象 根本感觉不到现在还在警戒期 走进渔市顾客摊商都戴着口罩 但走道上人来人往几乎只能一人通行 新鲜鱼获摆满桌摊商顾客阿萨利喊假 民众徒手挑鱼要回家自己料理 很久不过来我们是海鲜吃的 是吗 不怕人太多吗 还好啦 人还好啦 是吗 要在水旁走 要到哪里来 去哪里 到哪里来 台北啊 台北啊 全港来这里买 有多少事情还是怎么买 三级警戒期延长到7月12号 宜兰涌现外县市民众 国道5号车流一度从绿色变成黄色 平临行控中心统计26号周末 早上8点到下午2点多 国五南下车流量比上周多出一成 这次就是说外观市这来 我们也是要去参照啦 对啦 但是我们有我们有在控宽啦 尤其是这个地理要开一个 就怕邻近县市民众闷坏往宜兰跑 宜兰人发起自制布条 喊话宜兰人都在家你来干嘛 好意思吗 呼吁大家不要抱着侥幸心态出游 一不小心恐怕就成为防疫破口 三级环国瑞和长一段时间报导